在拍摄爱奇艺爱宝贝品牌记忆的间隙 大台军又把魔爪伸向了他们 此次爱奇艺爱宝贝宣传片子拍摄 开用了炒极有创意的定格动画 躺着表演的独特拍摄方式 让三小只费感兴趣 不仅没有了普通拍摄时 NG无数遍的痛苦和腰斩一整天的 大体力消耗 而且还能让三小只在拍摄时忙里偷闲 哎呦喂 怎一个舒服了得啊 小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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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在上面就有点想睡觉 看看这么努力的小小少年 也难怪会得到这么多青蛙粉阿姨粉姐姐粉的喜爱和支持啦 善良人爱的酸小只真是满拼的 口齿清晰脑筋灵活的王源 应大排军的请求主动登起了本期节目的主持人 接下来就让王源同学带你们参观一下吧 咱们好了吗 好 三二一走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大排小主播王源 今天就由我来带你探面一下我们的工作场景 其实在之前的拍摄中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逗 为什么 因为我和千玺在旁边看小凯拍摄第一段的时候 小凯真的是边拍边睡边拍边睡了 看起来非常非常舒适 所以他现在已经有了睡美人的称号 大家看到那边睡美人在干嘛 在拍宣传照 是不是有一种很帅的感觉 来 大家看到这边 这里上这么多星星 我们猜一下是干嘛的 其实大家还可以看到那上面有个机位 我来揭露一下 我来揭露一下 一会儿呢 我们就会要 躺在这一张大步上面 然后摘星星 然后我们其实 大家呢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是站着的 所以就非常非常神奇 对吧 动作蛮好 动作蛮好 我来追上 在紧急关头 被我和千玺救了上来 大家看这边千玺正在拍宣传照 她在那里做可爱的表情 但是呢我们要留给大家一个悬念 千玺可爱表情到底什么样的呢 走 我们不看她了 我们去探盘一下小凯 小凯 我想问一下 在今天拍摄中 有没有什么很逗的事情 上午在拍的时候 躺着都哭 然后边躺边睡着 你觉得你那几个睡眠的姿势是什么 什么睡眠的姿势 什么睡眠的姿势 我是对你出什么 要不然我都不来一下 OK 那不太会认识 你被那个鲨鱼追的时候 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 就感觉很好玩 那很好带劲 你就刚才会对我 千玺救了 是不是很感觉 对就是这样 好 谢谢 可以讲一下 谢谢 我知道你对我很感觉 还想听其他的爆料吗 下面进入 TFBOYS爆料时间 小凯 我觉得 就是小凯 然后第一次吃饭 然后就把她汤打倒了 然后她就说 王丸 你怎么把我汤打倒了 然后我就不管她 自顾自顾的在吃饭 她就一直在口味 唠唠一直地吃 切洗的话就是 她去洗澡 然后她一个人在这个浴室里 待很长很长很长时间 然后我一直 我就等着 等着桃花都卸了 她就一直洗一次洗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后来我才知道 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洗澡 都是用那个淋浴 直接就洗了 先洗是先要把浴缸 放满一浴缸的水 然后在浴缸里面油两下 然后才开始慢慢慢慢地洗 所以我知道 为什么要洗这么久 这做人好暖和 好舒服 好像原来就是 有很重的起床器 上次去广州 然后半夜 就是小凯 后来的 我跟王尔都睡着了 然后小凯 要叫王尔起来拍个东西 然后王尔就 起床器很重嘛 就半天都起不来 然后还在那发脾气 对 小凯就是小小虎 然后王尔就是猴子 为什么 这小凯有那个虎牙嘛 然后也是对照 我是猴子 我需要一个解释 王尔就平常很闹很二 千禧就是 猪 又什么 因为 因为那个猪就很冷了 然后 就吃了吃了吃了吃 然后千禧就是 说话也很少就是这样 就这样瘫的 所以很想去 王尔宁卡呀 嗯 买哄 就是有时候 管人有点凶 如果是私下的话 他不管怎么发揮 我们都是 不理他 然后比如说 真正是舞台上面 后有演出的时候 他一般都不会发揮 就是直接讲道 然后我们都会很听 来 三二一 来 好 好 哈哈哈 别人说 别人说 青春 阳光 三观正 是粉丝们给这三位向上少年最齐合的标签 虽然他们产自中国本土有稍显青色 但是我们看到了小小少年的可爱努力坚持和不怕辛苦 他们正在用自己的脚步践行着最初的梦想 加油吧 少年 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 这舞台 不重要 有我才闪亮 有我才能发着光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右手左手慢动作冲过 这首歌给你快乐 你有没有爱上我 拼着我一只眼睛动一动耳朵 转换耍摔换不停风格 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 紧张的烦恼算什么 小 плюс 小别猜测 大眼睛 大眼睛 小明星 大眼睢